重点人情事故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一 宁愿在背后说别人好话 也不要说坏话 有时候啊 一句坏话就可以得罪一个人 总会有人介意 二 借了别人的东西 那要清理干净 而且要额外加点再换回去 这样才不会让对方介意和不舒服 这是人性 三 出门在外要懂得留一手 只要一直有底牌在 那就有恃无恐又不会失业 毕竟现实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四 尽量不要和同事做朋友 毕竟有的只是利益关系 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相安无事 五 要有储蓄 这样走个路啊 就比普通人更有自信和底气 人脉也会越来越好 六 自己不掏钱的事啊 就不要开口说出来 哪怕一句话都不要讲 没那个资格 人家只会认为你多管闲事 七 人脉固然重要 但是要时刻整理自己的圈子 要偷偷剔出那些无用的社交 剩下来可以产生价值交换的人 才是真正的人脉 八 没钱没能力的时候啊 就不要多说话 其实说了也没有用 哪怕说的很有道理 还是要有这样子的自知之明 九 出门在外啊 还是要懂得包装自己 你口袋没有一分钱 别人又看不到 但是别人可以看到你光鲜亮丽的外表 可以给你带来不错的人脉 十 不要觉得自己不幸 别人就会帮你 做人呢 始终还要靠自己 靠别人就是个弱者 反而混得越来越不好 十一 不要轻易地开口找人借钱 不仅欠下人情 而且借了一次 关系也变了 最终 不想往来 十二 不要把话说满 毕竟计划赶不上变化 点到为止是最好的说话 十三 人脉都是建立在价值交换之上的 只有彼此的能力差不多 价值有交换的关系才能走得下去 如果两个人相差太大 那就算了 十四 自己老婆不喜欢的人啊 你就不要频繁走动了 他是旁观者 更能看透一个人 还不会害自己 而别人就不一定了 十五 有时候啊 装傻也是一种聪明 这样才能够低调地成长起来 毕竟太聪明的人啊 往往被容易嫉妒和算计 十六 辞职就默默地做 不要让任何同事知道 没有多少人会同情你 毕竟人进人出也属正常 说不定 有些人还巴不得你走而上位 十七 别人请客室啊 尽量不要去点菜 如果别人非要你点 你可以说 我口味都行 要不然你点贵了 客人不舒服 点便宜了 自己又没面子 属于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十八 小道消息啊 不要说出来 说不定啊 放出消息的人 就是想知道真假 才会这么做 十九 人在职场啊 最好不要越级汇报工作 这么做 是属于得罪两个领导了 如果非要做 那么要注意保密 二十 受气啊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不管高低都一样 就连领导有时候也要受气 还是要早早的学会适应和习惯 二十一 拒绝别人的时候 也要委婉一些 二十二 有些懂的东西啊 要装不懂 要给别人表现的机会 顺便隐藏自己的实力 二十三 笑容多一点 嘴巴甜一点 腿勤快一点 二十四 尽量不要去和别人争论争辩 二十五 要学会给别人台阶下 出门在外 要尊重别人 对每个人都要和气一点 尽量不要给人置气 不要给人抬杠 也不要给人打赌